要导读人士 慈亲 四色性愿型 要导读的是子方 所以也带着我们慈亲同来 所以我们用通关密语来感恩他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传法学续人才 年线读书一起来 来 请 敬爱的上人 金色师傅 全球法亲家人 大家好 我是高雄慈季志工彭子芳 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新芳 今天导读的范围是 2022年纳旅足迹夏之卷 5月20到5月26 主题是慈亲四色性愿型 好 首先 邀请大家一起来攻读一段 敬思小语 大家一起来 念是今之心 智是世之心 笃定今日今时 这一面心 做出人间典范 感恩大家 1992年5月31日 慈祭大专青年年仪会正式成立 上人鼓励年轻人要把握姻缘 对准方向就要步步精进 从自行上来看 念是今之心 要顾好今日今时的这一面心 智就是世之心 要做有志之事 具有明确的精神理念 明辨人间的是非对错 笃定这一面心 在正确的方向 做出人间的典范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恭听上人的开示 今天是慈亲 三十多年 三十年前的今天 就是慈亲成立的证明 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构想 希望在校园里面 来把慈祭的精神 慈祭的这一股清流 能够注入校园里面 慈祭成立的证明 做什么 就是要叫你去做什么 这些证明做出来的 就是独立一点典范 慈亲社之后 其实看到了很多的环境议题 例如全球暖化 或是动物不被友善对待 从自己吃素开始到推速 我觉得不要小看 自己的一点点的力量 我觉得反而是尝试过之后 会觉得打开一个新的视野 跟新的世界 菩萨们千言万语 也是心灵的期待 人人无论年纪 生命价值 要由自己增长 实时造福人间 实时增长世慧 叫做胡慧爽修 感恩上人开示 是的 我们要实时造福人间 实时增长智慧 感恩上人的祝福 我们亲爱的慈亲同学 不要忘记最初的 发心力志 三十而立 我们在大家正年轻力壮的时候 要好好地发挥自愿的力量 甘愿做欢喜寿 要去做才能够树立典范 要多用心带动人 当年的慈亲同学 现在已经是社会各界的精英 我们来看一则大爱新闻的报导 慈亲三十年 当年的大学生 现在是社会的中间力量 他们在社团所学 以及慈激的精神 带入了社会和生活当中 在慈亲的生涯里头 我们不断地去接触到 各个不同的农民之家 去做访试 其实让我能够了解 就是要用柔软的心去走入人群 甚至用自己的生命 去走入别人的生命 慈亲其实是扮演一个 非常重要的典范 也许三十年之后 我们希望说慈亲能为国家社会 来培养更多的一个动量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传承法脉弘扬中门 许多慈亲在毕业之后 回到慈激之液体工作 不但在工作上认真投入 同时也会关怀身边的同仁或患者 业余时刻 更会回到校园 陪伴慈亲的学弟妹 传承慈亲的使命以及经验 是的 陪伴慈亲的学弟妹 在今年的2月2日到2月6日 非常感恩有姻缘 可以回到金色 承担2023年第27届 对慈亲干部心传营的对付 我们的迎对口号是 慈亲四色法入心 承担使命信愿行 大家都知道 四色法是佛陀教导我们 行菩萨道所用的法 四色法有布施 力行爱与同事 什么叫布施呢 像财不施法不施无畏施 力行佛陀教导我们 要从深口义 带动利益众生的行为 爱与呢 我们每天要口说鼓励别人 激励自己的好话 同事 我们要集合众人之力 共同完成置业知识 我们的慈亲就是这个样子 在陪伴迎对的过程当中 看到我们的慈亲真的好幸福 年纪轻轻 就可以找到名师 找到人生正确的方向 更要赞叹的是 我们的慈亲能够勇于 向上承担 向下传承 从第一代的慈亲 学长姐 用心的陪伴学弟妹 我们看见一群 充满正能量的年轻人 而且这群年轻人非常不简单喔 他们可以早上3点5时起床 跟着我们一起做早课 然后呢 也可以认真学习 平常在社区呢 又能够法入心 法入行 参加培训受证辞呈委员 帮助施工上人 挑起天下米罗 平常也可以跟着师姑师伯呢 一起如素仿平 推动骨髓捐赠 参加偏乡客服 参加偏乡议诊 帮忙照顾着打扫家里 尽管自己非常的害怕蟑螂 还是勇敢的向前行 让我们看见菩提种子 一一发芽茁壮 更看见希望的未来 上人对慈青还有什么期待呢 我们一起来恭听上人的开示 第一次看 看到慈青的 如果呢 大家要手 连手 重叠在一起 哄人啊 一盏灯 第一次看 看到我们的慈青伙伴们 分享实际的理念 实际的想法 在讲这些理念的时候 真的是 就是感觉身上都在发光 一二三 别怕世界躲黑暗 只怕自己不发光 所以就让他们可以感受到 原来年轻人跟年轻人 还是有发光的年轻人 所以就是能够邻居在一起 做一点好事 是的 上人希望每位慈青都是一盏一盏的灯火 这个灯火呢 它能够点燃自己照亮别人 让我们世界处处充满爱 我们高雄的慈青团队 结合各校的特色 办理多元的专案 像我们目前呢 我们在高雄的慈青团队 我们接引热血青年 一一走入人群 有三菱团队 陪伴带动 临缘团队 线上办学 六菱团队 客服教育 医疗团队 一整活动 我们希望用生命感动生命 创造年轻人的新价值 希望我们慈青的点点亮光 能够照亮每一个校园的角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一起来 帮助慈青 陪伴慈青 慈青 试色法入心 承担使命 信愿行 感恩大家 哇 大家在这里真的看到 就是我们两个是老师 这个也是慈青 年纪不大 很早的时候 他就参加慈青了 所以他今天来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想到 我是刚刚涂发说 咦 他以前就是从慈青来认识慈青 张宏为主任 所以应该跟慈青 站在一起 然后这两位兄弟 他们拿的是什么 大家念下来 慈激青年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字很熟悉 子方老师写的 所以每一次 我们要写大字的时候 他就赶快大笔一挥 然后就写出来 很快就可以这样子 其实子方我要非常赞叹他 他其实导读已经停一段时间 因为要照顾老人家 以及他身体出了一些状况 那前段时间的时候 他其实眼睛开刀以后 就不方便处理 他是负责telegram 我们有一个telegram 七个微信 十八个line群组 同时即时po团队 现在一直在传送讯息 到我们这些 所有的高雄线上读书会群组 超过九千人 然后于是乎呢 他就接引了年轻人 这两位年轻人 他们口罩拿下 你也不会觉得他们是兄弟 但是他们真的是兄弟啦 而且我听了一个就是 他妈妈很久都没有生小孩 但是就是回去金色 回去金色以后 然后回了不久 梦见上人 然后上人好像有拿一个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他妈妈后来就 连续生三个儿子 就这样 三个都是慈亲 三个都是慈亲喔 所以真的非常棒 然后子方呢 就把他们两个儿子 接引到读书会 那大家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们现在不用上课 是敲课来 不要误会 一个在写说事论语 一个是夜间部 所以其实他们没有影响课程 后来我知道他的爸爸是赴燕村以后 我就说哇 那你爸爸应该很开心 你来这里遇见美云老师吧 他们就笑着 所以非常感恩就是 子方在教练会 然后在慈亲 然后上个礼拜去进士苏萱的一个 高雄借智所 你要讲话 在高雄借智所 上礼拜三呢 有两所进士阅读书 选启用典礼 那子方承担私宜 所以就来跟美老师告假 很抱歉 对 所以你看什么叫入人群 其实上人昨天的人间菩提 是不是有特别讲到 所谓的入人群 是你要跟着人家 然后去做 然后就结了一份好缘 那其实子方今天的导读 跟他之前真的是大要紧 我要这样子说 因为即便是老师 很多人都觉得老师就很会说话 那其实是不一定的 那子方是很能说的 他在学校当主任的时候 就办了非常多的活动 但是在导读一开始的时候 他其实也没有抓到那个方向跟tempo 但是今天看来是完全的突破 而且还带着两个慈青 那完全没想到贵人 这个年纪大的慈青也站在这边 为他站台 所以我们再喊一下他们的口号好不好 一起来 慈青誓法入心 承担使命信愿行 我们感恩慈青 谢谢 感恩大家 谢谢 我真的非常的感恩 也因为我们教练跟慈青是在一起的 那个时候 所以有一次 早期的时候大活动 就是两个活动